这只蚂蚁可不一般 它爬上男孩脖子 直接一口下去 男孩碰得一拍 却发现蚂蚁压根没事 看了都想扣个弹幕夸蚂蚁666 下一秒 它就开始头晕眼花 狠狠地睡倒在地 清醒后 男孩回到家就是接着睡 可到了半夜 体内的蚂蚁基因开始疯狂窜动 只见它一步步爬到厨房 拿起零食就是一顿抢 等到第二天睡醒 整个房间全是零食袋 男孩享用七早餐 结果手却抓着牛奶盒根本松不开 他迷惑不及 又换了个左手抓 结果牛奶盒还是粘在了手上 等爸爸取下来后 男孩轻轻一握背 居然直接碎裂 没错 要伤他的 就是只超强基因改造蚂蚁 现在的他 已经拥有了超能力 蝙蝠侠看到都缠了 等到男孩赶到学校 他轻轻一拉门把手 整块门板直接断开 可把旁边的小眼睛给看蒙了 而今天要上武术课 懵懂得老师点名男孩 他以为自己可以好好给骑上一课 结果男孩一个躲避一个起跳 双手一抬就把老师的招式全都挡下 只见他一棍过去 对方就飞到了十万八千里远 小眼睛都傻了 放学后追着男孩就是一番纠缠 原来他是个超级英雄 在亲眼见到男孩的能力后 决定将其带回家好好开发开发 为此小眼睛给男孩几项测试 第一项是咬合力 只见男孩随口一咬 整本中华字典就被轻松咬烂 第二项是蚂蚁嗅觉 男孩百米开外 蒙上眼都能清晰闻出榴莲的臭味 第三项是飞行能力 有些雄性蚂蚁拥有翅膀能够飞行 为此男孩全副武装 直接从窗户上 好吧 这项失败了 通过几轮的测试下来 男孩的超能力也得到了开发 那么你觉得他和蜘蛛侠比 谁更胜一筹 不过蚂蚁男孩最猛的一手 还在后头呢 这男孩的一泡尿 居然直接把小便吃给溶解了 因为自从被一只蚂蚁咬伤后 他就获得了超能力 刚当那手 就是他所具备的致命尿酸 而身为富二代的小眼镜 更是给男孩打造了一套蚁侠战火 他的初次行动 就是打击一名爬手 可对方一见到他 如此娇小的屁孩 咋得穿个塑料衣 就想出门行侠仗义了 根本就不把男孩放在眼里 而男孩虽然有超能力 但面对个成人 也不禁害怕地往后退 谁知他忽然爬到墙上 直直到了天花板 这可把爬手给看傻了 男孩想起自己的超能力 瞬间鼓足胆 猛地就往爬手扑去 就这样完成了初次行动 事后他想把自己爬墙的能力 掩饰给小眼镜看看 但不管怎么爬都不见效 而小眼镜看着手中的糖果 似乎发现了什么 原来 男孩先前施展的超能力 都是在补充糖分后才显露的 为此小眼镜打造了糖果腰带 让男孩随时随地都能补充能量 十足的一对微灯少爷与管家 自此开始 男孩每天都在行侠仗里 线路人被汽车压住 他小手一抬 乘蹲汽车就轻松打飞 短短几天时间 蚂蚁男孩就在全国暴露 成为当今最受欢迎的超级英雄 然而反派出现了 只见这个胖老哥出现在男孩的女神家里 将其从家里拐走了 等到第二天上学 男孩发现有个同学掉在楼底 就快要摔下去了 他立马爬上墙 将对方救了下来 谁知这个同学 居然是个假人 原来是女神的妹妹要找男孩求助 这才用这个方法引他现身 得知了女神被人掳走 男孩立马行动起来 他根据女神项链上的气息 一路嗅到了洞别野面前 发现大门被上锁 他直接脱下裤子 使出超强尿酸融化了锁头 等他进到屋内 发现女神就被困在牢笼里头 谁知胖老哥忽然现身 将男孩也关进了笼子里 这下可该怎么办 瞧瞧这个胖老哥 只见他猛的一跃 就能蹦出几十米远 因为身为科学家的他 给自己注射了跳蚤基因 就连那只强化男孩的蚂蚁 都是他研究的 他本想用蚂蚁基因 给病危的母亲虚命 可眼见母亲就要治愈 公司却下令终止他的研究 这不仅让胖老哥被吵 也导致了母亲离去 因此他为了报复老板 给自己注射了跳蚤的基因 拥有了能跳上几十米远 身体也如同跳蚤般 强壮的超能力 现在胖老哥抓住老板女儿 就是想让对方 常常失去亲人的滋味 可就在这时 屋外传来警笔声 胖老哥赶紧走出屋外 在众目睽睽下猛地跳跃 成功逃脱 而被困的蚂蚁男孩 已经女神 也被警方救下 谁知隔天上课时 教室忽然地震 整栋大楼摇摇欲坠 原来胖老哥又来了 蚂蚁男孩想着决斗 却因没有补充糖分 使不出超能力 被对方揍得满地找牙 就在迷糊之间 他看到了走廊镜头的饮料机 二话不说就飞奔过去 蹲蹲蹲地就注入能量 然而胖老哥抓住了 既有小眼镜 从学校阳台上 直接跳了出去 男孩一路秀气寻踪 来到了一片树林 发现小眼镜就被绑在一边 可当他救下对方后 胖老哥就从背后耍炸偷袭 猛地就把男孩 推到了几百米远 但就算是超级英雄 都有自己的联盟 蚂蚁男孩也自然有 好既有小眼镜 他吸引住胖老哥的注意 小眼镜则在背后 拔下对方的血管能量槽 接着男孩啃下一口奥利点 就和胖老哥来了 手五毛特效的猛男冲锋 只见男孩一拳过去 能量不足的胖老哥 就这样被打飞 眼见对方不肯罢休 他凭借蚂蚁能抬起 比自身中四百倍重物的力量 轻松拖起胖老哥 最后猛地摔去 对方就被成功KO 自此之后 男孩与小眼镜和女神妹妹 三人踏上了拯救世界之旅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蚂蚁男孩》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